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大国小将,欢迎订阅我频道,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,谢谢。 今天是10月9日,明天是双十,110年前的明天,在中国武昌爆发了武昌起义,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,也推翻了清王朝,结束了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皇帝专制。 今天上午10时,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,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,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。 习近平首先回顾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,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,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自以妄为,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,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国家蒙鲁,人民蒙难,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,之后高度评价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事业。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,伟大的爱国主义者,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,提出民族、民权、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,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。 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,急剧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,广泛传播革命思想,积极兴起进步浪潮,连续发动武装起义,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。 习近平用长篇文字,夸散过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之后,说到国家统一,孙中山先生说过,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,能够统一,全国人民便享福,不能统一便要受害。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,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。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,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。 讲话最后,习近平警告台独势力,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,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。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,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。 凡是数典忘祖,背叛祖国,分裂国家的人,从来没有好下场,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。 回顾近几年习近平的讲话,不管是2019年,告台湾同胞书纪念讲话时,提到两岸共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, 还是2020年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讲话,习近平说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,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, 以及今年7月1日共产党建党百年讲话中,习近平提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, 可以感知到,大陆官方正把促进统一当成解决台湾分裂问题的中心思想, 统一无非有两种手段,要么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, 要么是武力统一,解放军驱散消灭台独势力。 这一切,还要看岛内2300万民众的选择,尤其是817万台独选民的选择, 是只有在双十当天才纪念所谓的中华民国,是拿中华民国四个字来跟大陆官方吵架, 还是真心认定两岸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人,就看接下来几年的发展了。 或者说,明天的10月10日,蔡英文就可以把陆委会撤掉, 或者并入外交部,毕竟蔡英文喊台湾跟大陆是邻国关系, 甚至蔡英文明天讲话时,就可以公开喊一声台湾国成立了, 那样的话,两岸的未来走向马上就出结果了, 要么是台湾真正独立,获得美国日本的建交,认可, 要么是解放军发动武统,解放军降落台北高雄等城市, 居民当天焕发身份证,蔡英文一直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, 她明天敢公开喊一嗓子,不要再说自己的名字是中华民国了, 她敢为自己正名,喊出台湾国成立了吗?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我频道,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,谢谢